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祖传绝技 崖顶凳子 一口铁齿力拔千军 击击轻松顶起 踢上战人掌握平衡 二十把凳子再破纪录 体验者亲身体验 探索不为人知的玄机 寻找人类生理极限 揭开绝技背后的奥秘 乘车数小时后 体验者来到了郭国芷家乡的小山村 据说山对面的村庄就是郭国芷的家了 体验者鼓足勇气 决定徒步完成这最后一段山路 经过大厅才知道郭国芷此时并不在家 正在山上锻炼 体验者不得不向着更高的山上爬去 体验者挖山涉水翻山越岭 终于找到了在山上锻炼的郭国芷 郭国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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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总算找找你了 再不上来 这个山路太难走了 这个就是你练功的地方是吗 对对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里练 很多人都说你会一个这个绝技 对对对对 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也不忘我 大山涉水来找你 这是我练牙齿的功夫 练牙齿上的功夫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要怎么练 我是每天早上要 要辣 每次辣得去 要辣得去 郭国芷的训练方法很奇特 以此来强化牙齿咬合的力量 除此之外 他还会通过用头倒立的方法来锻炼颈部 看来他的绝技不仅对牙齿有着较高的要求 连通颈部也同样要求很高 在演示完头部倒立的动作后 郭国芷又展示了他锻炼手臂的方法 他用双手代替双腿倒立行走了起来 据郭国芷所说 由于是祖传的功夫 他自幼就坚持着这种锻炼方法 这对他的绝技很有帮助 在看完郭国芷的特殊训练方法后 体验者跟随着郭国芷来到了他的家里 郭国芷要在这里给我们演示他的绝技 这不就做着的板凳吗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农村做的那个板凳长板凳 我这个板凳还挺重的呢 这是松木做的 松木做的 这个就这么顶呗 挺简单的我也能顶你看 我这边有牙齿比下牙齿 果 喝啊 真是有点功夫啊 您把您这把给我看看 是不是和我这个不太一样 一样 一样 一样一样你看 就是木头的 松木做的 我来试一下行吗 你试一下吧 我这牙不会掉了吧 应该不会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太难 因为这凳子本身就不重 这一把凳子 我就远点 把他给吓跑 好 好 平衡非常的难 对 要是掌握那个平衡吧 好 体验者也学着他的动作 尝试了一下顶板凳 虽然板凳的重量 并不会对下颚产生过大的压力 但是平衡却无法掌握 而且用牙接触板凳 几乎无法感知到板凳的状态 看来这最简单的顶板凳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随后郭国芷又滚来了一个卡车轮胎 重量要比之前的板凳大很多 要顶起这么重的卡车轮胎 对郭国芷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你看光它扳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 哇 目前 我真的是在用下牙 也就是用这个脖子这样的一个肌肉群的力量 用这个牙齿再给拖 我的天哪 哇 哇 虽然郭国芷在搬起轮胎时很费劲 但还是成功顶起了卡车轮胎 体验者觉得这与之前的猜测似乎不太一样 会不会轮胎有什么问题 体验者决定测量一下轮胎的重量 来 来 一二胎 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差一点 好 差不太多了 然后来一点 往前一点 好 大概是25千克 我这还真的是挺重的啊 看来轮胎并没有什么问题 郭国芷之所以能靠牙齿支撑起25千克的重量 除了下颚足够结实外 脖子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对于这手绝活来说 力量和技巧缺一不可 据郭国芷所说 他平时除了要练习顶重物 还会做一些关于平衡方面的 针对性训练 这样就行 抬起来是吧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 前后的平衡 还有一个左右的平衡 对对对 这个好像真是挺难的 来 好 没问题 加油 好 哇 哇 哇 这样都可以 而且好像很本的样子 看 这是则对下颚的力量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由于梯子之间并没有固定在一起 随时可能出现晃动和滑动 所以在顶的时候 需要不断根据梯子的位置 做出细微的调节 而且要时刻注意上面的梯子的状态 一旦出现大幅度滑动 就会前功尽弃 这也是郭国植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练习的原因 郭国植在随后的表演中加大了难度 他这次要顶的不单单是一个梯子 梯子上还会站一个人 郭国植叫来了他的徒弟来配合表演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如何掌握平衡 因为人站在梯子上 会出现不自觉的晃动 这将给郭国植带来很大的麻烦 郭国植能成功吗 郭老大 我放了 看得出来他也有一点儿 他都已经说方言了 我这个小朋友真的是镇定自若 我觉得 这个平衡的掌握好像是更难 把手俩抖 郭国池成功顶起了他的徒顶 而且非常稳地保持在了这个状态 郭国池从一开始就不断调整位置 脚步 腰部以及颈部都跟随着梯子的动向 在小幅度迅速调整 看来他的绝技对身体各方面素质 都是有一定要求的 郭国池随后搬出了一件 并体验着意想不到的道具 一台普通的洗衣机 体验者完全没想到 郭国池竟然会挑战顶洗衣机 体验者和郭国池一起测量了一下 洗衣机的重量 洗衣机重32千克 这个挑战的最大难点并不在于重量 而在于洗衣机的内部是可旋转的 所以重心必然会频繁出现变化 这个挑战的难度要远高于之前的挑战 郭国池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用牙齿顶洗衣机 真的是一个奇迹 光是抱起来就需要雨 光是把它抱起来就需要很大的力气了 这个平衡就非常难掌握 郭国池虽然成功顶起了洗衣机 但是仅仅持续了两秒钟 就把洗衣机放了下来 不过这足以显示出郭国池深厚的功底 在连续挑战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如此状态 确实十分不易 为了弄清郭国池绝技重的奥秘 体验者带着他来到了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希望在这里的专家能告诉我们 郭国池的下额为何如此坚固 这位就是我之前给您提起的那位奇人 他叫郭国池 国池呢 有几项很厉害的这个绝技 要不您得重医生介绍一下 我是用这个牙齿下牙 挺重 所以呢 我带国池来到您这儿啊 就是想用咱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医学遗技 来检测一下 看看他的这个牙齿啊 还有他口腔的这个生理结构 是不是和我们普通人就一样的 为了让医生更加直观地看到郭国池的绝技 他就地取材 选择了休息室内的一个沙发 由于体积过大 郭国池也不确定 能否成功将他顶起 再往后退两步 国池 前面有一个灯 好 上面上面还可以再有25厘米左右 可以 上面的高度可以 哇 哇 您看这个光平衡就很难保持 更别说如此之大的重量了 哇 哇 医生在看过郭国池的表演后 决定对他的牙齿做一个全面检查 看看能否发现其中的奥秘 首先要观察的就是郭国池的牙齿 以及下额的骨骼密度 这是最直观反映其坚韧程度的数据 我们再给他照个垂尾片吧 车面看一下关节这些问题 好 好吗 连接下额的关节处也十分关键 不管是开合角度还是坚韧程度 都能从中看出郭国池在顶重物时的痕迹 医生希望从中解读出绝技的奥秘 在做完透视拍照后 几人又回到了诊室 医生开始对郭国池的口腔做起了详细的检查 从X1片上能显示 你的牙齿给症状的没有什么好大的区域 是相当的坚固的 这个是再都是我们看你的效果 是相当的质量 其实在看关节 这些没有好大的区域 这个是相当的 应该是一样的 郭国池的牙齿以及下额骨骼 从结构上来说 与常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由于长期锻炼 牙齿以及下额骨骼的密度 确实有明显提高 这使得郭国池的牙齿更加坚固 顶重物的时候不容易受伤 但是这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郭国池能靠牙齿盯起诸多重物 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在之前的检查中 我们发现郭国池的牙齿 以及下额骨骼 从结构上来说 与常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 他的牙齿 为什么能顶起洗衣机 这样的重物呢 一个是他自己在长期的锻炼的结果 而这些的话 他整个来说 这个鸟重物或顶重物 并不是完全是 因为是牙齿的 牙齿的所起的作用 它是因为一个疗活系统 疗活系统 疗活系统都是由牙 其实是关节 骨骼 整个协调完成的 我们称为叫咬合系统 并不代表是牙齿的 完全的作用 原来 决定牙齿 盯起重物的因素 并非单一 完成这项绝技 依靠的是整套咬合系统 考验的是 咀嚼机 牙齿 下额骨骼的综合能力 骨骼齿长期的锻炼 使得牙齿和骨骼更加坚硬 咀嚼机更加发达 整套系统强大的综合实力 决定了咕果池 能够轻松应对 各种挑战 我们得知了咕果池 绝技中的奥秘 然而他真正的挑战 还没有开始 他带着我们来到了 他另外一个练习的地方 在这里 他要对自己的极限 发出挑战 郭伯纸首先选择了一串 绑在一起的啤酒箱 虽然体验者之前 已经看过他的几个表演 但面对总长540厘米的 18个啤酒箱 体验者还是产生了怀疑 并不认为 郭伯纸能成功顶起 这么多啤酒箱 郭伯纸 这个有50公斤啊 行不行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郭伯纸似乎充满了信心 50千克重的啤酒箱 完全超出了 之前他表演的重量范围 他能成功吗 郭伯纸说好了 好了可以了 可以了啊 来 这个光高度就得有几米 更别说把他用嘴顶起来了 太厉害了 郭伯纸 郭伯纸稳稳地盯起了 重达50千克的啤酒箱 可以看出 在重心稳定的情况下 郭伯纸的下颚 体现出了极强的承受能力 全部重量都被压在了 他的下颚上 最后的表演道具 换成了数把凳子 这就是郭伯纸祖传的功夫 顶凳子 体验者帮着他 把一把一把的凳子插在一起 郭伯纸要挑战的目标 究竟是什么呢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好 十把凳子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哦 完全没有问题啊 好像新手年来一样 这个感觉不到 这个凳子的这个重量 对于你的这个牙齿 有什么 呃太大的压力啊 哇太棒了 太棒了 呃 来 好嘞 郭伯纸的状态 保持得非常好 十把凳子加起来 重三十千克 重量虽然没有之前的挑战大 但是十把凳子 所组成的造型 并不规则 郭伯纸必须在顶起的瞬间 就立刻找到 整体的重心 否则挑战 立刻就会失败 这次挑战的成功 使得他信心大增 他决定下 更高的目标 发起挑战 郭伯纸面对重达 三十千克的十把凳子 显得十分轻松 这次挑战的成功 使得他信心大增 他决定下 更高的目标 发起挑战 哇太厉害了 这个十把灯子好像很轻松啊 我还加五把 还加五把 还加五个 主动请应 您等着 我去给你拿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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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没有问题 确定 这又加了五把 凳子重量车又大了很多啊 现在我觉得 如果你说不顶了 我觉得还来得及 行 没问题 真的可以 可以可以 好吧 小心啊 上面的凳子好像 我这个不仅仅考验的是力量啊 更是一种平衡感 和这个肌肉 颈部肌肉 以及牙齿的这样一个协调的一个能力 现在就这些重量已经都到了他的牙齿上 感觉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啊 看他的表情 非常的放松 很镇定自若的样子 第二次挑战中 凳子的数目增加到了15把 重量比第一次增加了15千克 但这不仅仅是单纯增加重量的问题 每加一把凳子 都会使整体重心发生改变 所以在凳子的摆放上 也需要一定的技巧 以前最多练习的时候有多少把 十二把 十二把 十把 十二把 我今天已经是让我多看到了三把 但是我觉得刚才你好像还有能量 再加上几把 可以吗 我再加五把 二十把 对 二十个 国质下定决心 把凳子的数目增加到了二十把 总重量达到了六十千克 他能否完成这最后挑战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真的是太难了啊 最终国国只不负众望 成功完成了最后的挑战 国国只自有跟随父亲练习这门绝技 这份执着令他从未放弃过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他相信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攀上更高的高峰 他要不断地挑战自我 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记录 深藏剧毒 五岁的琪琪命悬一线 没有经验 医生如何将大量水银一一取出 琪琪的性命能否保住 敬请关注 《走进科学》 共中毒的小囊 请关注